YA 台南在怎樣關門 都還有鍋花街可以吃 剛剛講的好喜歡啊 亂玩啊 對啊 台南好多不是禮拜一公休 就是很早他們就下班了 鍋花街很多 加油 加油 準備好了 各位的 不用 沒有 那我們現在來吃這一間 國華街的小卷米粉 而且 而且國華街大部分都不會有的 現在來吃人就比較少了對不對 中古人好多 那我們點的這一碗小卷米粉 我是90塊 那它有分粗的跟細的 我想要吃小卷米粉 其實是因為 我有一次在泰國的時候 然後那個民宿的老闆 他們就出去 晚上出去補 然後就補了小卷 然後就做了小卷米粉給我吃 超好吃 好吃 超好吃 小卷的香味很香齁 嗯 小卷味道 很好 在這個湯裡面 小卷的味道 融入這個湯裡面 好好喝 海味 過來台南不想坐公司 又不知道要吃什麼 又想要吃當地小吃的話 來國華街這一整條吃一趟就對了 呵呵 對 通常不會有的欸 可是就是可能會很多人 我們這個時間就還好欸 很嚇人 隔壁是什麼啊 那這個小卷米粉還給我 連妹加湯欸 這很好吃 湯超好喝 湯很好喝 然後我們還買了兩個外帶 然後跟旁邊的炒扇魚麵 等一下去給阿嬤他們吃 麵粥160 請收場 哇 參加牛肉湯 請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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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水星共三公地欸 不 不來的話 接著我還是很棒 呵呵呵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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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UberEat來囉 嗨 你好 嗨 欸 真不錯欸 免費的UberEat外送 還有免費的餐 阿嬤 你好 嗯 趕快吃吧 阿嬤 叫外送的人呢 阿嬤 叫外送人在裡面 三甘點的有感染 阿嬤 這個不感染 好吃 不感染才好吃 喔 有勾芡的跟沒勾芡的 對 三甘點的煮 純炒扇魚麵 要跟餐餐飯 這樣 然後他去買東西 阿嬤吃完了 保證 欸阿妳有喜歡嗎 好吃嗎 你說好吃 好吃 好吃要輸貨喔 好我們現在呢 接到一個任務呢 就是要當免費的UberEat 什麼啦 我們要幫他們買 隨便買東西 然後回去給他們吃 然後來到台南 還有一個商圈 除了國發街 那一整條要吃之外 還有就是赤坎樓 附近這一圈 也都不會踩到雷 那赤坎樓商圈的第一間 我們來買這間 棺材板 張家 棺材板 它就是吐司 後面吐司 然後挖蔥 然後加玉米濃湯 放進去 嗯 後面吐司先炸一炸 對 濃稠的玉米濃湯 酷喔 為什麼這會好味 就很奇怪 下一間我們來買的是 也是在赤坎樓旁邊 再走過來一點的 這間戶頭 然後我們來這邊買蝦捲 這個我阿嬤以前 也是會來這附近 買蝦捲給我們吃 看起來是同一間 在這間隔壁呢 可以點這個 菜米糕 然後還有要吃 四木魚肚湯這邊也有 這個市場是十均舊市場 這個也是非常的舊了 很久了 讚讚讚 好了 我們現在又騎到海岸路了 然後要再買這間甜品 黃火木 這間呢是古早味的甜品 好吃喔 你看這就是一間 古早味的小店吧 要吃那個米糕粥 米糕粥很酷 你有吃過米糕粥嗎 台南人 沒有對不對 為什麼 我要一個米糕粥 然後一個自選八寶湯 好 那最後一間呢 我們來買這個二哥炒鱔魚 裡面 這間真的是很好吃 我跟你說 你看旁邊爺爺奶奶在這邊等著吃 看就知道 好好吃 好吃真的好吃 好 不要 那我一直要三好的鱔魚 鱔魚 那我們快回到阿嬤他們住的飯店的路上 就趕我們來買這間鑰匙紅茶 這也是我表妹推薦的東西 今天我們下午來到這邊的時候 排了超級多人 然後現在晚上人就變得比較少了 它這裡的窗口就是有掛號跟鈴茶 真的耶 很可愛耶 所以要拿健保卡來買紅茶 對 哈哈 欸他們自己裝紅茶的代材 是用這種耶 好可愛喔 而且後面這裡還有鑰匙證書 真的 好了 我們的好了 今天來了 嗨 想說你們 嗨 久等了 你們的外送到了 我們晚上買了 冰震滷味 扇魚麵 麵糕 絲木魚肚湯 棺材吧 蝦捲 甜湯 哇 這甜湯很有名喔 請喝小便 三道菜 一道菜 請喝醋 多少人 吃一道魚 可以吃一道魚嗎 要吃一道魚嗎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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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道菜 要吃 要吃 這瓶子 它都 要吃 對 但是我們沒有吃 就吃 對 這瓶子也不錯齁 喔 過關 阿嬤這件好吃還是剛才那件好吃? 我沒有要吃這件 這件好吃 剛才那件呢? 這件手上 喔~~ 阿嬤我很專業 所以這件好吃 這件第一名就對了 你剛剛用的上面根本就沒有醬 你讓我吃這個 你浪費了敏橋的味了 它的味很珍貴 你知道 這下面水 有什麼味道 我想說我剛剛在吃什麼 你想說阿嬤是不是在做效果是不是 我剛剛在吃那是什麼呢 什麼都沒什麼味道 我覺得這好吃 好吃喔 它比較好吃 我覺得我心中第一名是蝦捲 買最少的東西 反正因為它最少 它最好吃 我就說蝦捲是我阿嬤都會買給我們吃的吧 好吃 它是鮮魚翼麵 鮮魚麵 好吃喔 鮮魚翼麵 要鮮到這樣的鮮魚翼麵喔 這個米糕粥好像八寶宗 感覺差不多的東西 我們這座差不多已經把大部分 台南名餐都買回來了 沒有牛肉湯 黑米糕粥 哈哈哈哈哈哈 唉 他們贏掉我們是一隻小狗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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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是嗎 欸早安 我們現在在康樂捷格名犬路的路口 我們本來要去市場邊那個無名早餐 結果沒有開 所以我們就在路上看到這個古早味蛋餅 我們就來買 吃吃看它是不是真的古早味蛋餅 它這邊就是全部都是賣的蛋餅的 然後有原味啊玉米啊起司啊 它除了蛋餅之外還有賣抓餅 我剛去問那個無名早餐店旁邊的 飲料店的老闆娘呢 我一問她說 你知道那個無 她馬上跟我說沒開 我們現在來到雙門紅茶的路口 在巷子裡面 它的標誌不是很明顯 又是一個航安籃 是喔 哇在巷子裡面不是很明顯 我們這次來台南好像喝了很多紅茶 1949年就開始了 這很久了耶 來喝喝看 欸它之前沒有分這種全糖半糖這種的 然後我們以前會買一罐 然後帶去台北加牛奶就不用鮮奶茶 喔 然後現在可以選微糖 微糖角色 它其實茶味很重 沒有辦法給四間紅茶 我們這間喝下來的四間紅茶做評論嗎 這個就是茶味比較重的人 可能會喜歡 它這個是紅茶味的茶味比較重 要吃紅茶的那個茶不一樣 然後昨天吃蝦人飯那個 它那個更古早味的紅茶 然後它比較甜 它因為不能調甜度 它比較甜所以可能 比較多人可以接受 那還有杏盈的古早味紅茶呢 我杏盈的古早味紅茶也是蠻甜的 我覺得杏盈的古早味紅茶跟蝦人飯的紅茶蠻像的 我比較喜歡那種甜度可能 那個就是比較甜 然後這兩間呢就是它 比較喝得出它的茶味 比較甜的就是加牛奶 可以邊鮮奶茶 我們現在來到林百貨這邊 然後它這個樓上最近有展那個 碰餅的藝術裝置 我們去看看 聽說最近拍照很紅喔 碰餅就是台南這邊有名的一種病 所以它特別展在台南這邊 覺得蠻有意義的 昭和七年 1932年 它是林嘉南地區第一個有電梯的白貨公 它這個碰餅的裝置藝術就是在他們頂樓 六樓這邊 然後碰餅它是在台南租特的餅乾 然後以前我們的吃法就是把碰餅挖一個洞 然後加蛋 或者是龍眼乾 然後下去煎 喔 是不是會煎那個麻油蛋啊 對 好像是做業者才在吃用麻油 不然就是用 碰餅就加一個蛋 或者是加龍眼乾 然後下去煎 壓扁 然後就會 吃起來甜甜脆脆的這樣 下一間是Coconi咖啡 這間在非常的巷子裡面 巷子裡的巷子 對 又是一個老宅改建的咖啡店 哇這真的是很巷子 從那邊進來 關進來 它這邊的餐點就是有主食 就是像是義大利店啊 燉飯啊 或者是飯類 有咖啡 茶 這種 然後還有鬆餅 那我跟我說它的鬆餅一定不會出錯 所以一定要點一個鬆餅 然後它會顯示也不錯 我們點了一個照燒雞肉飯 然後照燒雞肉飯 然後就是上面有一個聖蛋 然後下面是青肉這樣 然後還有 我們還點了一個季節鬆餅 然後現在的季節是草莓鬆餅 那裡面還有熱熱熱的塔 是長相在的中間 然後 然後我們也要去吃 我們在台南現在要去買伴手禮的 然後我們最喜歡的麵包店 就是這間普吉 然後我們都會買奶鹿麵包 然後我姐還叫我幫她帶兩條回去 哼 這個我要買 要買幾條 好 然後我自己跟我姐 它這邊很有名的還有羅壽麵包 以前我外公都會買羅壽麵包給我們吃 大概四點的時候出爐的時間就會搶光 那你剛才看有嗎 有啊大家都全部滿滿的羅壽麵包 它也沒買 因為我們喜歡這個啊 那個也很好吃 好吧 那台南最後呢 我們要來買伴手禮 就是這間銀波布丁 然後它以前是在 安平那邊吧 一開始的電視行 我記得是在安平那邊 然後現在開了很多間分店 對喔 現在連新營都有了 蘋果布丁 禮盒8入300塊 12入450塊 喔它這邊還有賣不同口味的 難道了 這種新的包裝的我都還沒吃過 我都吃過以前那種 好吃好吃 好那我們這一次 台南的小吃旅行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下面資訊欄有我們Shotback的連結 如果現在點入下載的話 有100塊的回饋金喔 那這一次來台南啊 我覺得 哇真的是什麼東西都很好吃 什麼東西都想吃 那我覺得 就是要做功課 要來台南之前呢 要先看好說哪一間店呢 它是哪個時間有開門 哪個時間它是休息的 那它是 從幾點到幾點它有開門這樣子 如果剛好遇到真的沒開門的話 其實吃別家也都很好吃 真的 那看到這邊 大家一定會想說 哇有一些自己很喜歡的店 沒有被拍到 對 那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說 我們也許下次就會再來拍喔 我們今天主要是拍中級 因為台南很大 還有其他區 我們下次還會再來拍喔 掰掰 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喔 掰掰 掰掰 拜拜 拜拜